南韓最大在野黨 國民力量的候選人 尹錫悅 以百分之零點八的差距 打敗了共同民主黨的李在明 當選第二十屆韓國總統 而被視為是親美路線的尹錫悅 外交上對於北韓會更為強硬 大海民國第二十屆總統當選人尹錫悅 十日一早按照網立前往國立選中院祭拜 隨後召開國際記者會 闡述未來五年他的執政方針 而在外交方面 尹錫悅表明當選後第一個要件的是美國總統拜登 第二位就是日本首相安庭文雄 他將致力修復日韓關係 強化與美日共同應對北韓情報分享 與國防嚇阻能力 現年六十一歲的尹錫悅去年才從司法界轉戰政壇 二零一六年爆發的普警惠閨蜜催順時 尹錫悅一首主導調查 二零一七年被文在寅總統 巴卓擔任檢察總長 踢爆了當時熱門的總統 大衛接班人 法務部長 曹國以權謀私的事件 最後又轉換陣營 以國民力量候選人的身份 成功地實現政黨輪替 未來五年政策方向 預料將全面向右轉去保守 這連性別平等與家庭部都將面臨被廢除的命運 公視新聞網問編譯